我们一样就把你的专案先收起来 我们就来开个新的 你可以从上面也可以从里面都好 我们就直接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那我们刚刚是用影片剪辑 我就用空白的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呢就直接从这边来选 录影因为它本身就可以录影 本身就可以录影 主要是录萤幕上的画面 好萤幕上的画面 那我就先选全动式的 好吧全动式的 那就跟我们第一套很接近 只是呢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你要开始录的时候 要记得一件事情 要先知道快速键是什么 通常因为我会觉得你了解一下会比较OK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右手边的这个 这支铅笔 这支铅笔里面就会告诉你 现在呢好进来了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热键 因为这个翻译有点对暗的味道 虽然是繁体中文 看到的 快速键是哪一个 暂停是pause 跟我们那个不太一样 结束是end 结束是end 但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你如果是全动式的 你如果是全动式的 那也有个 这边 有没有f9f10 就是全动式 那因为我现在本来就全动式的 所以没什么差 等一下我们再看 好那你 知道了它的快速键之后 暂停就是pause 结束就是end 好 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按OK 按OK之后它会跳一个画面出来的 有没有看到一个绿色的跑出来 这个框框 有没有绿色框框 那因为呢有些人的萤幕比较大 有些人萤幕比较小 所以有些是我们录影 可能不会希望是用全萤幕的方式 因为有人萤幕洗19寸 或者是20寸 甚至有的人用40寸的 对不对 那可能解析就太大了 所以你可以自定一下 你的标准尺寸 也可以看一下我们预设的 但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 请问我滑鼠如果移到 这边来或移到框框以外的地方 是不是要跟着动才比较OK 就是我的画面应该跟着动 跟着滑鼠动 那这个时候呢 您就可以看一下 在编辑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按下 三角形 那个比 这里有一个 有没有看到 你叫自动追踪滑鼠移动的 入制视窗 如果你没有勾起来 就是固定 入那个绿色框框那个范围 有勾起来你的框框是会移动的 这样 没问题吧 再放大 有看到了 OK 好 所以 我现在是会移动的 那要讲这个主题呢 我们 要讲个什么东西 让各位参考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按下OK 下面这里 我有浮 显示浮动工具栏 这里 也就是说这个你有勾 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控制的 假设你就不喜欢按快速键的 就由下面这边来决定暂停还是停 都可以 好 我现在呢 这个 按下OK 现在这里就开始录了 那你看我先稍微移动一下旁边 有没有发现这个框框会跟得动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在各位的免费软体里面 我有放一个简报互动的 你们没有分资料夹 但是应该有 有这个东西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 我们先用比较简单的叫做 Point Tool Fix 这个 现在很多政论节目或者是财经节目 有没有发现 后面都有个电视 然后就是数位白板那种概念 点了之后就可以画 这个就跟那个概念一样 用这套软体是 你可以不用记太多快速键 也很直觉 所以你看 有没有人有修德文 有修德文的一个档案就可以了 像我们不会的要多一个翻译档 才会变翻译中文 你进来之后呢 在这里 会有一个执行档 有没有Point Tool Fix 在这里 点两下就好了 就OK的 那会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右上角这里 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一个多一个开始 所以你只要切换到你想要讲解的画面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讲解这一块 我就按开始 有没有工具箱就跑出来了 跟那个电视那个一样嘛 所以 如果你希望在这里画一下 就给他画一下 什么颜色自己选 对吧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丑丑的不好看 你可以用这个 比如说同学看这里 比较快嘛 对不对 不要乱看就用这个 很简单 那荧幕要放到缩小 这里有加号 有没有放大一点 放到之后就可以移动 如果讲解完了 就按离开 它那些画面就清掉了 就清掉 就那些笔记就这种清掉了 这个是完全不用记快速键 你就可以这样用 好 就可以这样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另外的 如果 像我自己比较常用 是叫做 runit 这个 这个 有没有看到runit 这个 这个也是只有一个档案 就它 就它 你点两下之后就可以了 那它主要有几个功能 您执行了之后呢 可以在最下面这里 再放大 有没有看到会有一个 这个 图示 上课老师应该从来没有放那么大过满 哈哈 因为他后面看不清楚 所以只好这样 但是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按右键 按右键就有一个option 有看到的对不对 选项 在这边有个选项 点进来 主要有三个功能 如果各位呢 你的是 SP的 就只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 比划 一个是放大 如果像我现在这个是Win7的 我就会再加上 这个 我用这个 你会看到没有 一个是放大 一个是Draw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 SP只能用这两种功能 如果你是Win7 Vispa以上的 还可以用LiveRom 也就是放大的时候 还可以操作 我们平常如果在做放大 我先把这个画面先关掉 如果平常我在做 绘图的时候 我按下Ctrl加2 有没有进到绘图模式 这样就可以画了 但是我在这样画的时候 我这个画面 这些档案总管是不能操作的 也就是好像拍照起来 在里面画 但是你要离开之后 才可以继续操作 放大也是一样 你看滚轮 有没有 好 但是如果我是 刚刚讲的 Vispa以上的 我按Ctrl加4 有没有放大 有放大 可是你看这里可不可以点 可以点对不对 表示说我在放大过程 还可以再用 所以这有两个 那当然你还可以继续按Ctrl加2 就可以又进到绘图模式 所以Ctrl加1 是放大 Ctrl加2 是绘图 这个就是要记一点快速键 会比较好用 那如果你是Live ROM的 也就是 即时的 互动的 是Ctrl加4 你可以自己改快速键 自己改快速键 黄色叫Yellow 有没有 蓝色叫Blue 还有勒 我都按那个 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 就是你进行绘图之后就这样 然后呢 Green是G Orange 对不对 粉红色Pink Chamun Igo Sammi 差不多这几个颜色 差不多这几个颜色 应该就够了 那如果你要画直键就是Shift 画框框就Ctrl 就这样 离开 你只要按右键或ESG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搭配滚轮 就可以继续放大收小 不过真的不建议各位 老师在这边玩好玩 会头晕 这样了解 所以我平常不太这样玩 那这里如果你要假设你是要放大的话 我会建议各位 滑鼠先移到你要放大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在看那些网址吗 假设我要看这个网址有没有 你看我游标有没有先移到这里来 我按Ctrl加1 有没有就在那里放大 我会比较精准一点 我会尽量不要移动太大画面 因为看的人会不舒服 你不要忘记的 下面的眼睛有打开 你才要把你要的 你才要把你要讲的东西传递下去 对不对 眼睛 没有用 好 那如果你已经OK了之后 就可以在这边 我就会点一下我发出左键 它就自动进入汇格模式 你就可以开始画了 等你结束了 我就ESG就离开 这样会了吧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两个了 对不对 再来 这一支 偶尾要拿出来用 叫边 因为有些时候 要讲的滑鼠看再怎么大 也是那么小 这个也不用安装 所以你可以来这里 一样 有没有一个叫虚拟叫边 看到了对不对 点开 有两个档案 一个是64 一个是32 如果以各位这边来讲 就执行32 点了就可以了 那么点开之后 您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看到这样的画面 这支叫边 Size 是可以调整 再来 尺寸 颜色是可以改变的 你可以自己调 要喜欢的 还有要不要有透明度 随便 有点半透明 透明 通常我是不用它快速键 就是 我在这边 这样太透明了 在这里 我把它放大一点 你看得比较清楚 在这个小图 你有执行之后 在这个小图上 你只要按滑鼠的右键 就可以决定它 要显示不显示 按右边 按滑鼠的右边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清楚了吗 我按右边 按下右边 是不是就出来 按下左 再按一下右边 就消失 这样会了 很简单 OK 所以你可以尝试看看 这个大概是我们 主要跟各位稍微 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有些时候 有的人喜欢用 尤其用红色的光笔 最忌讳的就是晃来晃去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眼镜会酸 真的不方便 有些讲者不错 他就是固定在那里 但是再怎么固定 手总是会稍微晃一下 不然就布幕稍微晃一下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 我讲了8分多钟 有没有看到上面 所以如果我现在就把它停掉 我把它停掉 停掉的话 按哪一个 AND 好 有没有进来了 有没有进来了 对不对 好 这样就进来了 那我们 我拨一点点给各位看 我把它 说小一点 你看看我们的画面 有没有跟着动 你就知道了 我们刚刚是不是录八百六百 我有放一个简报 对不对 我是只录它举一部画面 可是它会跟着你的画面 真的动 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 因为有时候 表示你要放在网路上做教学的话 那个 市场没那么大 所以如果我录全一幕 可能有些人在看的时候 就比较不方便 所以可以像这样子 那你搭配我们的那个 ROOM IN ROOM OUT 的话 就很好用了 也能做这些活化 这不就跟我们的翻译一样 用这套软件 这样没问题吧 好了 给各位试看看 用它的去录影 好 无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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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